大家好 上一集丁丁和我们介绍过职业 这一集我们来介绍游戏的特色 这是一款以PVP为主 24小时攻防的团战游戏 加入自己喜欢的旅团 一起经营林地 并且占领林地 是这款游戏最主要的乐趣 我们也可以从官方释出的画面知道 这是一款有抽卡系统的游戏 这边有造型和坐骑的选项 游戏的一大重点就是旅团 也就是游戏里面的工会 可以看到它可以自行设计旗帜 自由度非常的高 游戏的主要内容都会围绕旅团在进行 据点 24小时 20个以上的据点争夺战 每个据点都有自己的凶猎场 和不同等级的BOSS 也会有特殊的BUFF效果 来强垮旅团成员 据点分为 驻扎地、要塞、城、三中等级 占领据点后可以建造升级建筑 收取税金、管理采集枪等等 追随者 也就是游戏内设定的柏拉西亚居民 追随者可以协助旅团成员 采集、研究和制作 进而提升旅团成员的属性 每个玩家能拥有固定数量的追随者 所以旅团内有越多的玩家加入 旅团的追随者也会越多 成长的也会越快速哦 图腾兽 可以培育帮忙战斗的图腾兽 在据点被攻打时 协助防御敌人的进攻 在出征时也会化为幻影 跟随玩家出场战斗 狮子、大雄、水雕三种 有不同的能力加成 和各自的独特技能 黑剑 可以在据点内使用黑剑召唤出怪物 击杀怪物后会掉落深渊石 不同的区域会掉落不同的深渊石 可以制作强大的道具 但使用黑剑后土地会被污染 需要使用据点内的祭坛来进化土地 创建工会 目前知道的消息是需要十万金币 旅团有联盟也有敌对 退出再加入工会的时间是一小时 更多细节我们就等真心开服后 再一起来体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